記得打開YoutubeCC字幕以獲得最佳觀影體驗 講起鯉魚們 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會想起吃海鮮 但原來裡面還有個石礦牆 布滿滷味草 下午時段非常適合打卡 不過如果太陽下山的話 不想遇到有靈界的朋友 就最好快點離開 大家好,我是白兵衛 歡迎來到這個香港行山節目 散距而同 上集帶大家走到萬六松中1點紅 位於烏鮑藤九淡租的紅葉景點 如果大家未看的話 記得按右上角資訊欄去看 今集小弟一家會帶大家 入到位於油塘鯉魚門的石礦牆 路線難度十分之簡單 只需要30分鐘左右 非常適合一家大小過來欣賞盧偉草 一起打卡 交通方面大家可以坐港鐵 去到油塘鯉魚門的H1口 由大本營商場出發 去到里圓門 會情就沿路折返 去到里圓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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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一個贊助也還沒有 希望大家可以看完這段影片 給個讚 訂閱小弟 或者喜歡的分享給你的山友看 多謝大家 謝謝你們 大家好,我是白兵衛 大家好,我是白兵衛 現在我們身處在油塘A2出口 這就是我們今天出發的地點 我們會穿過商場 去今天的路線 快樂不可以說 Let's go 今天又是帶兩位晴天娃娃出來 今天好天嗎? 好的 好天嗎? 是啊 就是因為你說昨天不好天 所以昨天去到想拍那一刻 就多運 今天再補拍一次 我們穿過大本營商場 落到地面 向里圓門方向進發 我們今天的目的地 我都說你懶惰我了 當然不是啦 不是刮菜嗎? 你看看我老婆 不是呀,過馬路吧 來到去吧 我看到那兩條東西 我都覺得是那一條的 不是呀 不是呀 在這座山後面的下面 就是我們的目的地 我不是那麼相信 我經常都覺得是懶惰我 好,過馬路吧 我們第一個目的地 就是鯉魚門燈塔 途經那裡 我們會看到很多海鮮酒家 一會兒和你去看魚豬好不好 湯圓 好呀 還有蝦 你說蝦 還有蟹 還有蟹 嘩,厲害了很多 誰厲害,舉手 舉手 舉高一點 對了 原來還有一些牛仔 以為我有蝦 我不是牛仔 我是燥仔 不要蝦 跟你走 我覺得沒甚麼問題 但我覺得你經常蝦 我就很大問題 如果我走的衣服 我一定會跟你說 穿衣服 放心 喜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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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都喜有此理 你看到自己就要蝦頭 喜有此理 喜有此理 我們由油塘地鐵站 經殷榮街 再經茶果嶺道 一直走 就會見到這塊小牌 代表我們已經到達鯉魚門的範圍 在這裏 都蠻漂亮 可以看到整個魚塘 還有大家記住 拍著前面那塊牌 一定沒有走錯 湯圓 你看到這隻是甚麼 這隻是甚麼 鯉魚 魚豬是嗎 這麼大條金魚 是嗎 真是金色的 裡面更多鮮魚 太大 很大隻 有看到自己又蝦頭嗎 人家不知道 還要我來吃亭頭丸 媽媽 你看看 你女兒 有示範怎樣飄進頭髮 吃 鯉魚門海鮮市場 海鮮真是爆羅萬有 很多人都在這裡買了海鮮 再去其他店鋪 給加工費去煮 四隻 前輩這麼大的 奶尿蝦 都起碼已經 一千元下樓了 而面前這隻 阿拉斯加長腳蟹 大過小弟的手掌 不過這個海鮮市場 收工的時間都很早 小弟一家 現在走完石框牆 六點多左右 他們已經收得七七八八 在這裡我們還看到 英國政府 衛漏下來的歷史文物 在這裡我們還可以看到 舊香港的特色 知不知道這是什麼 框園 油箱 這是以前英式的油箱 很特別 原來還有點興趣 這一間 看我買什麼 先拍照 老婆買什麼 我想買這個 好 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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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拍完東西出來買 我都拍完東西出來買 我都拍完東西出來買 是呀 原來出回來 好 不用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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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們一會兒出來買 是呀 不要 先買一半包 很好 分分鐘你女兒牙痕又想吃 嘗 試了剛才那間雞仔餅 都真的挺有油香和酥味 是嗎 老婆 挺好吃 湯圓覺得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待會我們回去再買 而且她剛才限量買 你想買20元都不行 你買10元 因為好像說她女兒的手弄傷 弄不到那麼多 限量發售 對 弄到勞損了 這裡的小食店 大部分都是收9點幾10點 所以大家如果走完那個礦場 再回來買也可以 礦場 對 一會兒我們去礦場 所以今天是不用怎麼走山路 所以要走丁那麼多 經了後面這個南大門 然後我們180度轉一轉個圈 走這裡出去 我們就會見到第一個景點 就是里圓門燈塔 今天的天色很漂亮 這座里圓門燈塔是香港 一座運行中的燈塔 位於油塘三家村的南邊 服務範圍是里圓門一大的海域 也是維多利亞港東面的出口位置 最初1902年建成的時候 就沒有燈的寒錶 去到1924年才震設 可惜當日近郎的位置有建築工程 設了圍板 令燈塔附近的觀景大打折扣 不過這裡也是一個 挺好的日落觀賞地點 當日也有不少山友 走過來一起看日落 趁著後面有日落 我們要走快點 小朋友知不知道 走快點 有很多人進來這個位置看日落 我們出來後 就向右邊繼續走 這麼大的垃圾桶 我都買了 因為這位大小姐 雖然是美女 但她都會摸摸摸 這裡也有一棵很大的樹 老婆小心 阻礙人來打卡 衝啊 衝啊 但媽媽還沒好 不衝得住 要遷就媽媽 我走到的 跑就比較懵 我要大力 一隻手托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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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多了 笑 由這裡開始 我們會經過一些村屋 所以大家經過的時候 記住 降低聲線 不要影響到這裡的居民 前面就去我們另一個景點 天后廟 我們都是在廟外拍一拍 不要打包裡面的神明 一邊走到天后廟 兩邊就有大量的壁畫做侵托 不用上到大帽山 都有貓貓壁畫給大家打卡 前幾步就到天后廟了 我們在這裡誠心擺一擺菩薩 就穿過天后廟 繼續去石礦場 請請 看前面 山神秘佑菩薩秘佑 知不知道 好 我們穿過天后廟 繼續去礦石場 不好意思 打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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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 好 好 由天后廟走出來 我們會看到寫著礦石場 繼續走 石礦場 石礦場 之後有第二個指示牌去石礦場 前面第三個指示牌 我們要跑了 因為後面日落就快下去了 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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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 頭搖又未敗 飄移境界 真飄大之生作為秘吉 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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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到這裡我們要轉左 不要向前走 火車鑽三洞 哇 閘到了 小妹 到了媽咪 到了媽咪 到了 看到這裡嗎 到了 好了各位 都向前走 最後一段路 這裡就是礦石場 石礦場 石礦場 過來最好穿山鞋 因為有一點山路 我們就在這裡拍照 拍下汗 今天這個天氣很好 上面還有剛剛飛機經過的雲 你做什麼啊 你 哇 小心啊 好拖著 我們去草草那裡拍照 趁塞洞在這裡玩 我都趕快無色 深入這些 蘆葦草的其中 都挺漂亮 對 對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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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慢慢走 爹地舖呢 我們趁著還有少許陽光 進入多一點點 找一下打卡位 和大小姐拍張照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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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這樣 我是拿到來蕃秋 叫你走快兩步 我走得很快 我走得很快 你經常去不應該打卡的位置 就先打了 耍了那裡的時間 之後就 每次最想去那裡 那裡的日落位影無法 最壞的都是大小姐 要摳布布 一定是 都是湯圓,是不是要拖泥泥 弄久了要抹泥泥 好漂亮 先拍照 有沒有發現當日小弟和延內座拍的照片 他的表情和肢體動作都很刪眼 一直叫他站進芦苇草堆裡面拍照 他都很不情願地 不知道是不是我當日做錯了什麼 令他心情差 後來再問他 他才肯跟我說 原來他一進去 石礦場就感覺很不舒服 全身不聚財 就算上次和他走大澳釜山 旁邊很多先人家 他都不會有這種感覺 可能石礦場後面就是 將軍奧永遠墳墳 再加上你原門在二戰的時候 是維多利亞港東面第一個作戰港口 很多戰後遺跡,舊炮台 會不會是當時作戰的英軍英靈留在這裡呢? 而石礦場前面的天后廟 是不是用來鎮壓這裡的亡魂呢? 真是不得而知 我只知道最後這個日落景色真是多漂亮 作為今天的結尾非常之適合 然後我們就慢慢走出去做今天的總結 好,那最後我們就由石礦場出來這裡 一邊拍著日落一邊做今天的總結 終於沒有說錯了 今天這個難度非常之低 半星左右,對吧? 進到石礦場裡才有少少山路 所以一家大小,旅行必備 帶著女兒過來就是一個非常之適合的路線 但是呢? 記得不要放她落地 哦,聽到我老婆說我要用Batman的聲音 說有些恐怖的東西,對吧? 我感覺不關她的事 又不是說恐怖,我只不過不自在 剛才我就不停叫我老婆 進來打卡,就打算進去蘆葦草田裡打 但我老婆怎樣都不成願 出到來才說給我聽 她在裡面全身都不追財,對吧? 是呀,我不想站進去那麼久 會不會有打爛陣的感覺? 呃…這些留給其他人不停的 但總之每個人感覺不同 只不過我不想再走進去 是呀,看看有些靈力高的人士 感覺不感覺到 那小弟呢?都沒有感覺到 聽我老婆說完,我才會打爛陣 我講給她聽就沒意思的 是呀 但可能大家聽完得淡笑就可以了 聽完得淡笑 好,最後我們做一個評分 再說一次評分標準 612分是最高分 721分是最低分 今天就是1970分 為什麼這個分數呢? 就是裡面石礦牆收工的年份 下一集,山區兒童 小弟雙隔一年 再帶大家上飛鵝山 今次拍到一個很美的日落景色給大家看 期待的記得訂閱小弟 貴購造齊CLS 我會非常感謝大家 我是白兵衛 下星期,神常再見 好 抱歉,抱歉 抱歉,抱歉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之後每次都會摔著頭出來 好,來 抱歉,抱歉 你這個開了鏡頭嗎? 開了嗎? 你這個要拍,是否尾段做彩蛋 這是什麼人來的? 好 好 好